同一天空下 香港莫斯科面对不同的挑战 十个平常人各有制愈理想一致 两地默默贡献社会的故事 见证天涯若比雷 两地两个文化和出身不同的人 画着同一理想投身辞事服务 领不出一样的人生意义 这是俄罗斯首府莫斯科的史教 屋主Maria正为二十多个年轻人准备午餐 他们每个都叫Maria做妈妈 当众除了Maria两个亲生女 其他青少年其实全部都是孤儿 每个星期Maria都会接待一班又一班孤儿 来与自己一家相处 十八年来 有超过一千个无父无母的青少年 成为Maria的家人 一直以来 俄罗斯的孤儿在成年之前 都会由公立孤儿园管养 他们没有机会接触正常家庭生活 自我形象低落 成年后很难融入社会 孤儿会觉得他们一生都跳不出这个身份 他们失去童真 不认为自己会有快乐 他们觉得一些选择都没有 本身是艺术家的Maria 十八年前参观过孤儿园之后 决定要改变这个处境 她开始向政府申请一些孤儿 到她家里学习艺术 同时感受一下家庭生活 当时在俄罗斯 从未出现过这类私人开办的孤儿福利服务 他们每十个会有一个在二十五岁前自杀 他们觉得自己无用 不会有出路 所以他们很需要有人鼓励 跟他们一起画画就最好了 因为可以带出他们的创造力 在他们的生命中引入美丽的事物 十八年来 Maria一直出钱出力 现在她在莫斯科和圣比德堡 都开始服务中心 服务还伸展到其他地区 在七千公里之外的香港 这间发型屋同样在做青少年福利服务 这间由志愿机构开办的社会企业 专请一些失学、男药 甚至坐过牢的青少年做学徒 一般雇主未必会接纳他们 不过在这里就不会受到歧视 至今已经帮了百多人重新振作 发狼就是你可能坐中程度 但如果做得好 慢慢慢慢都可以找到几万元的缘故 给到他人生有动力 让他知道我可以有机会出人头肥 Aki八年前只是一个捐钱的支持者 但他看到这间发型屋经营不善 做开管理的他决定提早退休 运用自己的专长 义务帮他们改革 最终令他们可以自负盈亏 他们是不懂得尽量省每一毫子 我们就说如果赚了钱 会否给员工 按人工给他分 当初的时候 我们的董事会都很大意见 员工是为社企 为社企为社企 为何要分 员工竟是百年无家 人工就捱得很惨 Aki不单只改革了这间社企 还带动了香港其他福利团体 引入商业手法办社企 Aki本身是一间跨国电脑公司 内地市场主管 年薪超过六十万美元 父亲去世 令他反思人生的意义 决定退休去投身社会服务 我爸爸差不多是19岁 肝癌死的 到最后医生就说 你不如回到家 尽量享受 我爸爸是第一次 到公园会想抬抹虫 在他人生最后的阶段 他才有机会 听到雀仔声和凉风 我不想像我爸爸那样 死于工作上高 Aki和Maria做法好像不同 不过同样令一班 有一班青少年受惠 亦感动不少人 投入他们的服务去帮人 每当有义工问我 如何跟这些小朋友相处 我会叫他们 将自己喜爱和珍惜的事物 跟他们分享 这样就能成功了 俄罗斯现在大约有孤儿55万人 由于私人和政府共同努力 数字比过往两年下降了三成 香港每年也有7万边青 协助他们的方法也多元化了 在不同的背景之下 Maria和Aki 凭自己的财能 同样为福利制度 开出一条新路 不少人都来参考我们的经验 我们很开心见到这个情况 我深信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的志愿是帮助有才华的人去发挥 培养这些小朋友内在的善和美 未来成为有责任感的人 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 找出自己真正有意的人生 就是让别人开心自己个人 在不同的国度 都有不少人突破困难和成坚 每日为社会默默付出 他们为大家建立一套 经得起考验的共同价值 无论香港或者俄罗斯 都是一样 ани生 未经论 未经许可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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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